女人若这四句话不离口,说明你在她心里是个外人 虽然说女人心还抵争,女人的心思不好琢磨 但是很多时候女人的情感都表现在自你行间 可能从她们的行为上看不出什么异常 但是跟她聊天的时候却能够看出很多东西 一个爱你的女人跟一个不爱你的女人对你说的话是不一样的 如果她经常对你说这四句话,说明你在她心里已经是外人了,你知道吗 一,你凭什么管我 不爱你的女人会慢慢变得不再在乎你的感受 也不再习惯有你在感情上对她的约束 所以她不会让你再管着她 她想做什么也不会顾及你的感受 甚至都不会对你打招呼 因为她已经不再把你当自己人看待了 也就觉得你没有资格再去约束她 所以她会很硬气地说出这句话 二,你真没用 男人最在乎的是面子 当一个女人骂一个男人没用的时候 说明在她的心中没有男人的位置 同样,她没有考虑到男人的感受 这句话对男人来说简直太狠 一个用心爱着你的女人是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伤害你的 只有那些把你当外人的女人才会这样的伤害你 因为她希望你能够早点离开 三,奶的和你说 女人天生就是八卦 爱叨叨的动物 遇见什么有趣的事情 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都会第一时间找人分享或者倾诉 作为她的男人自然是第一选择 喜欢她什么事情都不愿意跟你讲 而且当你问她的时候 她的回答是 懒得和你说 表明你已经不是她的第一倾诉对象 说明她已经把你当外人了 四,和我有什么关系 深爱你的女人是很关心你的 所以你的事情她也很愿意参与 并且还会提出意见 因为她爱你 所以她说出来的都是为了你好 可是当一个女人把你当成了外人 那么你的事情她会认为和她没有一点问题 当你问她怎么处理的时候 她会对你说 你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 因为她觉得你的事情 你自己解决就好了 爱情你就怕这样的单相思 你一个人爱她爱到心痛 她却丝毫无法感受到你的心境 甚至觉得你的所有行为 打扰到了她的生活 有时候这种没有可能的爱 不爱也罢 否则最后只会自己苦苦伤心